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快又具有强烈节奏感的乐音 吸引往来松山车站的民众驻足欣赏 响应台湾灯会在台北松山灯区活动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邀请非洲谷团团长黄红一 与西非曼丁谷社团在松山车站起伏墙进行快闪演出 希望用原始单纯直谱又充满热情活力与生命力的曼丁谷乐文化 拉近现代人彼此日渐冷漠疏离的心 那我们的这个班级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七点 在松山社大邀中人高中的七楼的课程 那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前来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同学 有的学习非常多年的也有刚进来的 全部都可以融在一起 那我们的这个西非曼丁谷乐是来自十三世纪 在西非有个曼丁王朝 然后它的这个谷乐文化 跟我们台湾的南岛文化原住民文化很像 实在是一种部落的文化 那它就是在仪式庆典当中的时候会出现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是一个分布合奏 所以我们后面有三个谷叫做敦敦谷 它是有高中低音 那我们的前面的同学打的是首谷 就是俗称的非洲谷 它就是金贝谷 所以呢金贝谷有两部 然后这个敦敦谷有三部 所以一共合起来有五种不同的节奏拼起来的 交织起来就好像编织刺绣这样 所以当然你要必须要学习 你自己怎么打还要学习 跟人家怎么配合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谷乐文化 我们发现我们的同学在学习多年之后 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很特别的帮助 那我们就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机会 跟我们一起来体会看看 那今天有机会来参加的朋友呢 就可以听到这个合奏起来的感觉 非常震撼 而且很有疗愈的感觉 红归老师的非洲古班成员老少都有 最高年龄到75岁 大家透过社团的练习与演出 共同成长 活力满满 是松山社大非常热门的课程之一 而松山区长游竹萍 也特别到场感谢红归老师带来精彩演出 并表示铁道文化也是松山特色之一 松山社大也有铁道课程可报名参加 欢迎民众持续关注松山社大脸书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